人來人往的醫院門口 無論是看病 還是家長帶小孩打疫苗 天天都是忙翻了 但有醫師透露 自從輕症居家照護 借出電子圍籬後 有不少確診者 隱藏在人群中 到處趴趴走 他又回來說 我要拿跟上次一樣的藥 結果一擦卡 發現說別家診所 已經幫他做過檢查 他真的是確診 幫你擦他藥 做一下治療 做完治療 他就說 那我要再領個公費快篩 醫師朋友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領公費快篩 他就說 因為我快篩陽性 類似的狀況層出不窮 胸腔科醫師 蘇一峰也透露 現在新冠病毒 專責病房 已經變成部分科的 疑難雜症病房了 像是有民眾 膽結石 平常不處理 現在膽囊眼想開刀 沒想到一驗 就確診了 還有年輕人 沒打疫苗 感染也不吃藥 傳起來才掛急診 一驗就驗出陽性 還有嚴重肺炎 所以你有很多慢性病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腎臟病 肺部疾病 現在這緊急狀況 病毒B的 你不能不說了 真的 確診勸勸大家不要染疫 因為染疫 你很容易變重症 確診者不顧規定 直闖醫療院所 或不快篩 不治療 直到生病才去看醫生 種種案例都造成醫療量能緊繃 但依照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條例 居家隔離者擅自外出 或是有其他違規情結 還是可以處二十到一百萬罰還 疫情之下全民自律才能打贏這場戰役 華視新聞林立婷 楊文尚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